感恩天光光,感恩本尊,感谢法身 各位同道如来,大家好 今天刚好是我来到日同满11个月 虽然是没有什么镜像 但是有一点有一些体悟 还有认知跟各位同道理分享 就是本身所说这个实相 实相就是在他们科学界 所讲的这个量子空间 然后这个量子力学 它的量子力学的结构 它是以机率为基础 我们都知道这个机率 机率它就是不确定性 不可预测性 所以为什么很多自身同道都叫我们要肯定 肯定 而且本尊也都在DVD里面 不管用很多的经书 或是耶稣里面讲的那个经文什么的 来佐证 就是叫我们要肯定 因为它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又不可预测性 所以叫我们一定要肯定 肯定里面的本体 本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真乳本体 他就是真乳 真乳就是真乳 真乳就是真乳 真乳妙有 真乳就是体 妙有就是用 体用不饿 这是益君开宗明义就有讲过了 体用不饿 就是我们本身也有开示过 他有说过真乳妙有 这第几集我忘记了 然后再讲讲这个意识 意识它里面 有意识跟意识有分三个 三个 三种就对了 一种就是我们的潜在意识 一种就是潜意识 然后第三种就是 本体意识 本体意识它里面就是有 有这个 本体意识里面它有 我们都知道物质吗 物质就是 里面的原子 它就是三个东西 就是原子子子中子 在座里面有学电的 他们都知道 子子中子跟电子 然后本体它无形无相 它就是缺一个电子 它只有子子跟中子 子子就是管理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意识的部分就是子子 然后中子 中子就是意识 它无形无相 它就是缺少一个电子 所以它无形无相 你看不到 它可以在里面 也可以在外面 为什么我们要来学本尊大 因为本尊它就是一个大光体 大光体就是电 所以它能让你成形 无形无相 无形无相 无形无相就不能承袭 就不能所谓的物质界 所以我们要需要 本尊的光 本尊就是宇宙间最大能量 宇宙间的最大能量就是 光 然后光它的本质就是 子子中子 它无形无相 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本尊给你光 把你点燃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石像 就是我们所谓的量子空间 成形后就是我们的法身 法身在八环里面 石像里面都可以说是法身 法身 我们的形象也是八环 就法身里面 所以它可以给你成形 成形后你就是法身出来 那就是 这一生来的目的 也是我的目的 所以我们都很有幸来到本尊道 恭喜各位 各位同道如来们 真的是很幸运 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刚刚 刚刚接触到本尊道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全部都恍然大悟 以前看过的 以前 虽然我没有读过什么经书什么 但是看到本尊道里面 那个DVD里面 就通通豁然开朗了 什么都知道了 任何的疑问 你只要到一到九十三级 你全部给它看完 几乎你人生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 就是你有时候人部 它会卡卡卡掉 你就多看几遍 那个节就打开了 然后 为什么我们要 一直在演练这个六项 因为六项 这个意思里面 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我们到里面 都知道嘛 学医的都知道 它里面有四个页嘛 额页嘛 顶页嘛 捏页嘛 然后后面是枕页嘛 你的记忆都是在表层的话 就是在捏页 捏页就左边右边都有 都有 就在太阳穴旁边 捏页表层 它是管理 浅沉记忆 然后在里面 捏页里面 里面有一个海马回 海马回就是储存你的记忆 从你出生到现在的记忆 都是在里面 最里面的 就是在我们脑干中心 就是我们所谓的 外面的在讲的 开发 开发肩脑 就是第三字眼 就是在你的 百慧穴进去 跟你的眉心进去 交叉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肩脑 最核心的就是在肩脑 肩脑就是储存 你所有所有累世以来的记忆 都是在里面 主要把那个煎脑开发出来 所有你都一切都明白 就是你原先具有的功能 你都有 所以 本身也都有开示过 我们本身本的 本来就是本性具足 什么都有 只是你没有开发出来而已 你开发出来 你就是佛 所以我们来这边 你要把你自己当成 就是刚刚 上一位王老师所讲的 你要把你自己当成你是佛 以佛的高度来看 所有那个人 人部的是是非非 你就都不会 不会放在你身上 因为那个都不会沾染到你了 因为你是佛啊 佛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 大家智慧都这么高 这个智智慧 智慧 这个智 智下面一个日 智慧就是在大日里面 智一个智加一个日 一个智到大日 智慧就是在里面 所有智慧就是在我们的大日 只是在本尊身上 所以 真的 百千万节兰遭遇 真的是非常恭喜 非常恭喜 各位同道能够有幸来到我们本尊道 最后一句 就是 有一句 这是我自己 自己讲的 说 分心 哪个对付掉 体定的 留下也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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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本尊 感谢法师 谢谢各位同道 感谢